这个视频是给那些对现状不满意 暂时迷茫心情低落的人看的 如果你对现状不满意 请相信一下 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 这就鸡汤 给你们指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曾经我做产品经理的时候 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做自媒体 当我离开职场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我也想不到做视频和曾经做产品能挂上什么沟 我对过去的看法就是 那四年白费了 我得重新开始一个领域 我有一些不舍和不甘 但是做博主一年多 我越来越发现 没有任何精力是白费的 拿我做过的Notion和Obsidian系列视频为例 许多人说喜欢听我讲软件 讲教程 问我为什么能讲的简单易懂 逻辑清晰 有没有什么技巧 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在意 但是问的人多了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心里就在想 这难道是一件对我来说比较容易 但是对别人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 但这是为什么呢 我就开始回忆思索 原来这就是我过去的工作日常啊 过去我做软件产品经历的时候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讲产品 开产品的宣讲会议 是我每次更新都要做的事情 我需要不停的讲 让每一个部门的人 开发设计测试都清楚我要什么效果 我需要他们配合我去做什么 这让我重新审视我过去的工作 它好像和写文章做视频确实有一些共通之处 产品经理的工作除了画原型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承接 承接上级的头脑风暴创意 深入了解用户的核心业务流 规划产品设计 对下游部分呢 就要转变角色 产品落地呢 是最重要的 无论你的点子多么好 你都需要让配合你的同事 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你想要表达什么 重点是什么 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做 能帮你实现你想要的效果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会通过各种产品会议 需求文档 可实化原型 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思路 而转变到我现在的创作上 就变成了承接我自己的全部创意 并且把我脑海里抽象的东西 转化成具象的东西 我需要深入思考 每一篇知识文章背后的逻辑 每一个视频的逻辑 我想要表达什么 对谁有用 怎么样表达 能让别人更加容易听懂 文章有节奏 段落之间的留白 句子之间的承接 甚至是你用什么样的词 去表达你自己 都是节奏 这就是核心业务流 我需要把自己想象成观众 去换位思考 他能看懂这说的是什么吗 视频有节奏 每句话的停顿 视频画面的主体 背景音乐 各种标题 都是传达我思路的工具 我需要去想 如何让用户 马上知道我想表达什么 我也在工作习惯上建立 曾经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 想不出逻辑 我就喜欢画图 画流程图 思维导图 或者是胡思乱想的头脑风暴图 这些工具是我的思索过程 它们帮助我把网状的想法组成逻辑 再组成界面 最后组成用户的操作流 现在也一样 我发现我脑子打劫的时候总喜欢画图 这些图可能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没有这个习惯我就没有办法顺畅的思考 你们看到的文章和视频的行云流水 其实就是这样无数次的调整 打磨后的成果 转变这个思路后 我发现过去的经验没有一条是没有用的 在我找不到方向时 我总是会去思考 过去的我遇到类似的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 我能不能从过去的工作经验中挖出一条思路来 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我甚至会去回想我曾经非常敬佩的领导对我说过的话 他说 遇到困难先不要慌 先把问题都列出来 先解决确定性的问题 一步一步来 我发现有很多时刻 我都是在向过去的自己借励 只是我没有察觉而已 所以 如果你现在真处在消极的位置上 从事着你也许不太喜欢的工作 而又没有办法马上去改变现状 请不要气馁 静下心来去学习你能学到的所有东西 事实上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现在学到的 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就搬到自己 尽量去忽略消极的一面 专注于有用的部分 哪怕那点精华只占你工作中的1% 专注它 吸收它 吃透它 把它转化为你未来前进的工具 你要相信 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